而从美国到欧洲甚至包括这一两天的台湾 因为瞿季带来的麻疹扩散疫情已经卷土重来 欧洲部分最大的集中地在英国 从去年10月一直到现在2月底 通报的麻疹病例已经有600例 而能够对抗麻疹的疫苗要拿两剂 通常第一剂是在一岁施打 而以美国家第二剂定的时间是在4到6岁 即使这样英国有130万16岁以下的少年或是儿童 他们没有完全的施打完两剂麻疹疫苗 而美国现在是从佛罗里达开始 他从学校进入社区 感染扩散的速度也非常快 佛州的卫生局长引爆众怒 因为他发函指出要不要到校 那么甩锅家长自行决定 这跟美国中央的预防跟对抗麻疹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校园外的家长们忧心忡忡 他们才刚得知 目前这所学校已经有7人感染了麻疹 美国佛州爆发麻疹疫情 主要集中在韦斯顿海牛湾小学 而且已经扩散到社区 目前共计10例 其中7例为5到14岁孩童 还有两例年龄不到4岁 麻疹出其症状与感冒类似 包括发烧 咳嗽和流鼻水 有些人会出现结膜炎 发烧三到四天后口腔内出现斑点 也有人会出现皮肤红疹 严重者会并发中耳炎 肺炎或脑炎 麻疹病毒传播性强 确诊者咳嗽或打喷嚏时 透过飞沫传播 病毒可在空气中停留长达两个小时 可预防麻疹 腮线炎的MMR疫苗 通常第一剂是在出生12到15个月间 施打 保护力达93% 美国规定第二剂必须满4岁才能接种 两剂打完保护力达97% 但根据美国疾病防治基预防中心CDC统计 美国只有92%的孩童 在两岁以前打完第一剂 低于联邦政府目标的95% 这是佛州卫生局局局长拉达波 给家长的一封信引发重怒 他表示通常会建议美打疫苗者 如有一律可待在家中 但要不要送孩子到校 最后还是家长自行决定 佛州卫生局局长拉达波 过去曾在新冠疫情期间 质疑过疫苗有效性 而他这回主张孩子就算 没打过麻疹疫苗也可到校 与美国CDC防疫规范相矛盾 CDC警告没打过疫苗者 与病患接触后的感染率高达90% 麻疹也正在欧洲地区逐渐升温 英国更是疫情集中地 从去年10月至今 病例达581例 光是过去四个星期就新增169例 11个月大的男宝宝奥斯卡 最近被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医 高烧体温到39.9度 宝宝立刻被送往博明汉儿童医院的隔离病房 最后判定他是感染麻疹 鬼门关前走一遭 男医母亲表示 等奥斯卡一满周岁 就会带去打第一剂麻疹疫苗 英国已经将麻疹疫情列为全国性事件 根据英国国民保健署统计 全国有超过340万的16岁以下儿童 只有打过第一剂 或是根本没接种过麻疹疫苗 现在努力实现疫苗战普及化 伦敦还特别在哈克尼区 提供不含动物成分的麻疹疫苗 让民众不必一位宗教因素拒绝施打 此外美国也正出现诺罗病毒肆虐 根据CDC统计 目前东北部9个州都有上升趋势 纽约州科盖德大学 近期有15名学生出现诺罗症状 目前已有两人验出阳性 另外还有54例正在调查中 感染诺罗病毒者不分年龄 估计美国每年约有2000万例 通常在人们群聚用餐期间传播 因为目前没有特定治疗方式 医师呼吁感染诺罗后 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 医师表示 诺罗是一种像流感一样的季节性病毒 主要透过接触被污染物体 或者飞沫传播 维持时间可达24到72小时 呼吁民众勤洗手 人质对抗病毒的不二法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